这场专访在播出之前就非常受到关注 原因就是因为福斯电视台 不但是被视为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保守派媒体 甚至过去她的立场相当的挺川普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这根本就是川普电视台 在这个状况之下 贺锦丽在这个时间点 选战剩下不到三周的时间 接受了福斯电视台的专访 其实是一步险棋 因为首先可以让外界展现说 她不分边非常大气的接受 几乎是可以被解读为 是来自迪音的电视台这样的一个专访 但是同时对方当然是对她非常的锐利 尤其是在这一场演说的这个专访当中 贺锦丽多次被问到非常犀利的问题 我们知道贺锦丽其中一个软肋 就是在边境政策上面 首先她从来没有到过边境 那么尤其是在拜登的边境政策 又多次被批评 在这个状况之下 当时双方就出现了纯枪神阵 甚至两个人居然一起强话讲的这个状况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专访当中的这个片段 six Democrats 我们可以看到主持人并未对贺锦丽收手 当贺锦丽说我想要完成问题的时候 其实主持人是继续紧追的发问的 尤其是刚刚提到了说贺锦丽边境政策 向来就是弱项 结果整场访问超过30分钟 都是在访问移民边境相关的议题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他们还请出了这一段画面 这个就是非法移民他们的子女 当时是在国会上面控诉说 他们的亲人死亡 民主党应该要负责任 还问说贺锦丽要不要道歉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做法 当时几乎都是把贺锦丽逼到墙角了 那么接下来共和党这边 当然是对于这场专访做出评论了 他们说所谓的欢乐战事 这一次充满愤怒 还说简直是像失事的火车 因为贺锦丽过去 就自诩为欢乐总统欢乐战事 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他的选情他持续 在他的这样一个场子当中 展现他自己的自信的状况 而尤其是现在拜登政府 当然也是助攻了 现在在这个民主党的部分 过去阿拉伯裔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支持者一个族群 但是现在因为美国支持 以色列这样的一场 这样子的一个票源开始流失了 那么最近美国就开始加强 对以色列的这样的态度 并且特别强硬 还说如果不让救援物资 进去加撒的话 他们就要停止军事援助 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因为 想要补足贺锦丽 现在的比较失分的项目 希望能够挽救选情